这个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通宵完游戏猝死后 竟转生成了一个毫无战力的贵族 不过好在唯一拥有的鉴定技能 能够看出任何人的才能潜力 并且数值化 比如他父亲就是农民出身 但却有着极高的武勇和统帅才能 这才一步步走到了现在领主的位置 平时男主还会来到练武场 测试鉴定的准确性 这天他看到一个士兵在和队友练习枪术时 经常会被轻松击败 于是就用鉴定技能看了他一眼 结果发现他有着B级的弓兵才能 其他都是D级 看到这男主便走上前说 自己想看他用用弓箭 但男人有些抗拒 因为他觉得用弓箭的只会躲在后面偷袭 根本不是男子汉用的兵器 可男主还是继续表示自己想看 对此男人也不好再拒绝 毕竟男主是领主的儿子 接着男人拿着弓箭来到靶场 虽然他从没射过箭 但男主却让他站在了一个非常远的位置 然而让围观的众人没想到的是 男人第一箭就轻松命中了靶心 开始大家以为只是巧合 却不料后面的几箭都轻松命中了同一个位置 你很有才能啊 这时众人突然反应过来 男主怎么会看出男人有射箭的才能 对此男主想了一会 还是不打算暴露自己的鉴定技能 于是就说只是直觉而已 不过鉴定技能得到证实 男主也非常的开心 当然唯一的不足就是不能鉴定自己 晚上吃饭的时候 父亲告诉男主自己听说了这件事 并表示让他以后好好练习这个直觉 毕竟总有一天他也会当上领主 而发掘人才对领主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种能力之一 吃完饭回到房间 男主开始思考未来应该怎么办 因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后 他了解到现在的国王昏庸无能 到处都有农民叛乱 而各地的贵族为了平息这种乱象 纷纷开始自主治理 但国家却对此放任不管 所以男主有预感 过不了多久帝国就会倒下 最后发生大规模战争 到时候他作为领主 就得率领自己的兵作战 想到这男主感到焦虑无语 于是便来到镇上物色 对自己有用的人才 然而用鉴定技能看了一圈 发现大部分人的数值都平平无奇 根本派不上用场 由于大规模的使用鉴定技能 男主感到眼睛非常疲劳 只能先坐在一旁休息 这时不远处餐馆的门打开 里面老板娘丢了一个乞讨的人出来 从肤色上不难看出 这个人是海的另一边来的马尔加人 而这种人在世界各地都备受歧视 通常都是以奴隶身份被带过来的 不过男主是现代人 并没有这些歧视的看法 于是便拿了个面包过去 顺便用鉴定技能看了一眼 结果发现 这人拥有多个S级和A级的才能 各个领域的数值都已经达到了顶尖水平 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人才 男人吃过面包后便站起身准备离开 男主健壮也连忙紧随其后 来到一个巷子里 男主叫住男人 说想让他当自己的家臣 并露出衣服上的标志 表明了贵族身份 但男人却以为 男主是在玩小孩子过家家 所以并没有当真就准备离开 见状男主一时间也想不出办法留下他 不过还好这时男人的肚子叫了一声 我家包吃包住 还包分配对象 回到家后 男主先是用美饰款待了男人一番 然后便带着他来到父亲的书房中 表达了自己想让他留下来当家臣的想法 然而男主父亲同样歧视马尔家人 所以也就没有同意 可男主不想失去这难得一遇的人才 就和父亲说 直觉告诉他 男人拥有极高的才华 果不幸的话 可以通过测试来确认 听到男主说到这个份上了 父亲也只好答应下来 而具体测试内容就是模拟对战 如果男人能赢过自己的话 就把他留下来当小兵 男主没想到 父亲居然会给出这么难的测试 要知道他的五勇数值 可以说是这个国家最高的了 男人根本不可能是对手 不过好在父亲 看在男人才14岁的份上 表示可以放点水 听到这男主终于放心下来 毕竟男人的五勇数值也不低 加上父亲放水的话 应该能打个有来有回 接着几人来到练武场 父亲叫人拿出一个沙漏 说只要在这之前 男人能够打到他一下就算赢 当然既然是模拟战斗 双方肯定要互报姓名 也就是这时才知道 男人叫丽兹 很快战斗开始 刚交手丽兹就落入下风 男主的父亲不仅速度极快 而且那种力道 只要碰到一下 就会被劈成两半 这时一旁观战的士兵也看了出来 父亲只是用出了权力 要换作他们 早就被击败出局了 说话间 丽兹已经被击倒在地 他趁机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拥有超高谋略数值的他 而丽兹在被男主招揽后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 已经成为了领地内 最具有智慧的人 于是这天丽兹 便带着男主来到书房 将目前的局势分析了一遍 首先是现任国王 他只是个八岁的小孩 其实权都被身边沉迷于 派系斗争的家臣们掌握 这也导致帝国政权彻底腐败 各地平出叛乱 为此下面的州府总督们 纷纷无视帝国律法 开始加强自治 这样一来 不久后肯定会发生大规模战争 而他们的领地作为边境 必然是战火最先蔓延到的地方 所以男主必须尽快找到 所需的各种人才 组成一个强大的团队 同时最近他们州的总督 现在年事已高 很可能再近几年过世 但他有两个儿子 一般按道理来说 位置应该是让给长子的 可弟弟也十分优秀 这也导致总督 不知道该把位置 让给哪个儿子比较好 如果在决定前 总督过世了 两兄弟争夺权位 肯定会发生战争 当然 即便是总督过世前 已经确定了继承人 他们也有很大概率 发生夺权争斗 听到这男主便问丽兹 自己的父亲 更倾向谁一点呢 丽兹回答说 他好像还是坚持传统观念 希望长子能够继承权位 不过这也不是 男主父亲能够决定的 可如果一旦站错队了 就会被打 所以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最近的叛乱战争中 立下战功 然后晋升到 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位置 说吧 男主两人便准备 前往城镇挖掘人才 却不料才刚下楼 就撞见父亲正在加强训练 看来他也遇见了 不久后的战争 父亲看到 男主要去镇上 于是就说 希望他能找一些 具有魔法天赋的人才 毕竟在大规模的战争中 魔法才能起到 关键性的作用 而他们的加成 虽然会释放魔法 但没有一个擅长的 包括男主不久前 也尝试了一下 结果释放出来的火球术 还没放个屁的威力大 接着 男主两人来到 附近最大的城镇中 这里足足拥有五万的人口 但男主在街上 鉴定了一圈 确实没能找到 一个自己想要的人才 不过他却发现 这里的大多数人 都比较富裕 比他们的领地要好很多 然而 在路过一个巷子时 男主看见里面 居住着很多乞丐 这也让他的观念 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他没想到 在这么富裕的城镇中 还会有这些 无家可归的人 对此 丽兹在一旁解释说 越是看着富裕的地方 贫富差距越大 这是没办法的事 听到这男主 便下定决心 如果以后自己当上领主 肯定要将城镇发展到 能让所有人 都衣食无忧的程度 接着两人来到市集 男主看着满街的美食 顿时兴奋无比 却不料 这时旁边的商贩 叫住了他 问要不要一颗 正宗的北方进口龙蛋 听到这男主 马上就心动了 他没想到 这个世界居然有龙 而且还能当宠物养 于是 马上就准备掏钱买 却不料 这时利兹突然拔刀冲向前 质问摊主 怎么敢把假货 卖给男主的 要知道他们国家 从去年开始 就已经和北方大陆 停止了贸易 如果说这个龙蛋 是进口来的 那么就是走私 可这还不是龙蛋 因为真正的龙蛋 不在温度高的地方保存 就不会孵化 而且纹路的斑点 也比正常的要深 大小也和他在图鉴上 看过的不同 所以这个所谓的龙蛋 根本就是当地的 巨大蜥蜴蛋 竟然敢欺骗亚尔斯大人 我这就送你去网上 事后 利兹向男主道歉 他没想到 自己会因此失去理智 虽然男主嘴上说着没事 但心里却想着 自己应该再博学一点了 不然每次被骗利兹 都会变成这样 接着男主 拿着钱袋 准备去买甜点 却不料 这时突然一个 穿着披风的人 走过来撞了一下男主 就把钱袋 给偷走了 不过还好利兹反应及时 抱着男主 就赶紧朝前面追去 经过一番追逐 利兹靠近一把 扯下对方披风 发现偷钱袋的人 居然是个蓝发的女孩 紧接着 几人跑进了一个巷子 然而 里面已经有人在 等着蓝毛了 利兹健壮也停下来 准备看是怎么回事 你居然敢逃跑 男主见不得女人被打 于是连忙出言制止 可这一下 直接就把男人惹恼了 竟冲过来就想揍男主 不过一旁的利兹 当然不会坐视不管 轻松就将对方的拳头 挡了下来 几人健不是利兹的对手 也连忙站起身逃跑 这时男主回头对蓝毛 使用了一下鉴定 结果发现 他的各项潜力都非常高 而且魔法更是达到了S级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他的野心只有1 可以说是 非常适合招揽的人才了 于是男主便提出 让蓝毛成为自己的家臣 但没想到 蓝毛对贵族非常的厌恶 他觉得像男主这样 从小家境优渥的人 就是会看不起 他们这些底层百姓 所以直接就拒绝了 男主的招揽 毕竟他可不想成为 守护贵族奢侈生活的道具 听到这男主 连忙表示自己不一样 他有朝一日 肯定能打造一个完美城市 让蓝毛这样的人 也能过上好生活 然而蓝毛根本不吃花大饼这一套 直言 男主这种小少爷 每天都过得很好 又怎么能体会到 他们夏天在小巷子忍耐酷暑 冬天被冷到发抖 连下一顿饭 都不一定能吃到的生活 听到这立姿走上前 表示自己也是底层走过来的 非常知道蓝毛的痛苦 但无论如何偷东西 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所以 先把刚才的钱包还回来 对此 蓝毛没有太多抗拒 把钱包递了出来 毕竟刚才男主救了他一次 也就是这时 男主才发现 蓝毛手上被囚禁的痕迹 于是就问刚才那些人是谁 蓝毛回答 说是奴隶商人的手下 他之前溜进贵族的仓库 偷吃东西被发现 所以才被卖给了奴隶商人 听完男主表示有些不理解 既然都已经逃走了 为什么还要留在镇上呢 可蓝毛也有自己的苦衷 这时候面 跑过来一群孩子 他们全都和蓝毛一样 无家可归 所以 他没办法丢下这些孩子离开 看到这一幕 男主觉得 蓝毛并不是想象中的那种无耻小偷 于是便把钱包又递给了他 就当是自己的一份心意 晚上回到旅馆 男主反思了一番 发现自己从小就生活在 衣食无忧的环境 没有换位思考到蓝毛的想法 所以说的那些话 才会让他生气 而同时 男主也体会到 想要让城市变为理想帮 好像没那么简单 却不料也就是这时 他看到白天那群孩子 正在呼喊蓝毛 见状他连忙下去 问是怎么回事 于是连忙带着荔枝 赶到地方救援 而奴隶商人的那些手下 在武力值超高的荔枝面前 根本就撑不过两招半 在解决完所有敌人后 男主向奴隶商人 提出放了蓝毛的要求 但对方显然不愿意 并表示他 既是奴隶 也是商品 像男主这样的贵族 不是一直在偷偷买吗 听到这男主 刚想上前理论 却不料这是蓝毛 反倒质问起男主 为什么要管他 他们之间的关系 明明是陌生人才对 对此男主解释说 自从看到蓝毛第一眼起 他就感觉很奇怪 为什么一个小女孩的眼神 会如此空洞 在思考了很久后 终于想到了答案 当时鉴定技能中 显示的野心只有一 要知道 野心是对未来的期望 这就说明 蓝毛完全没想过自己的未来 可守护孩子的未来 原本应该是大人的责任才对 但蓝毛现在的人生 却被奴隶伤人主宰 根本决定不了自己以后 想要成为什么人 所以 这也就是男主要救下他的理由 听到这蓝毛 也会想起自己这么多年 好像都只是在拼命地 想办法活着 从来没有考虑过未来的人生 而现在终于有个人能理解他了 于是便感动地哭了起来 可奴隶伤人并不想看 两人的感情戏 直接就吹响口哨 叫来了房间里里的其他大手 见状蓝毛 想让男主快逃 但有荔枝在这 即便是对方占人数优势 也完全不怕 仅仅是几个照面 荔枝就已经解决了一大部分人 虽然最后剩下两个魔法师 但也根本不够看 奴隶伤人见荔枝竟如此厉害 也只能叫出自己最后的底牌了 只见他朝楼上叫了一声 接着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 便走了下来 他是前步兵队长 虽然看着很强 但男主用鉴定技能看了一眼 就发现 这人不过是外强中干 各种数值远不及荔枝的一半 解决完所有人后 男主掏出一袋钱 表示可以买下蓝毛 毕竟他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但奴隶伤人却有些不愿意 因为不久前 已经有个贵族将蓝毛预定了下来 如果现在收了男主的钱 对方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见状立姿走上前说 付钱是给你脸了 就算现在我们将蓝毛直接带走 你又有什么办法 所以最好就是把钱收下 然后告诉贵族 有人出更高的价钱 买下了蓝毛 这样面子里子都能保住 听到这奴隶伤人 也知道自己遇上了硬查 只能无奈接受这个方案 在将蓝毛救下后 男主原本是想让他自己回去的 却不料 这时蓝毛却停下说 自己想去一个地方 很快几人来到城镇附近的山上 蓝毛说这是他的秘密基地 每当他觉得活着没有了意义的时候 都会来这里看看风景 然后就会忘掉 在城镇所受到的一切苦难 原来在前世的时候 男主只要看到小孩的笑容 就会忘掉工作了一天的疲惫 他始终觉得这个笑容里面 蕴含着希望 而这也正是他现在的目标 让所有小孩都能笑着拥抱 属于自己的未来 毕竟只有小孩有了希望 大人才会受到鼓励 这样一来 所有人都会对未来充满期望 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 想要挑战新事物 而这种活力 能让城市变得更美好 当然 这也是城市统治者的使命 听完男主远大的志向 蓝毛表示自己愿意成为家臣 只不过 他只要包吃包住就行 而工资 则是拿来这边 给他之前照顾的那些孩子 对于这些简单的要求 男主自然是答应了下来 不过这时 丽兹却拿出一个魔法道具 说要先测试下 蓝毛到底有没有魔法的才能 接着 丽兹在叫了蓝毛最简单的魔法后 便让他尝试着释放 牛逼 这一下可把男主给吓坏了 要知道 这可是最简单的魔法 结果蓝毛却能释放出 这种程度的威力 于是 两人连忙将他带回了家 说什么都要给父亲掩饰一番 以后就拜托你了